2023年最美古装造型,赵露丝、杨幂、赵丽颖被甩开。 你认为这两个演员的造型应该在前10名中排在第几位吗? 请在评论中发表评论。 赵丽颖、赵露丝在2023年最美古装造型排行榜上的表现出人意料。 近日,中国网友对将于2023年播出的最美女装造型进行了评选。 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是受到公众极大关注的美人。 这些也是电影项目,预计将在播出时风雨飘摇的小荧幕。 赵丽颖、廖凤行。 很久没有回来关闭古装,赵丽颖决定在跟凤行重剧零更新。 从推出的一系列幕后照片来看,85小花有很多从简单到挑剔的造型。 特别是,这些造型有助于衬托她清爽又冷俊的美。 现在观众们非常期待廖凤行早日播出。 赵露丝,沈尹。 曾经被评为没有仙气,被反对出演女主角沈尹,但是赵露丝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改变。 她的造型一出,就让很多人着迷。 小花被评为一个聪明可爱的小仙女,非常嫌拉。 现在观众对赵露丝的仙霞大女主项目播出非常期待。 杨幂,狐妖小红娘。 和赵露丝一样,杨幂即将在出演狐妖小红娘的小荧幕,在她的古装项目中,她小花穿得十分挑剔,十分抢眼。 独特的妆容更衬托出杨幂的魔媚之美,狐妖小红娘也有望在电影赛道上重新提升自己的名气。